江花鹿港 芙林宮旁一塊土地 原本是廟方庫房 日前卻被縣府指稱 廟方無權佔有行文拆屋還地 但是廟方喊冤 強調公文中所講的庫房 並非庫房與史實不符 宮廟在地方上已經有兩百多年歷史了 現在只因為停車場不夠 就憑著一紙公文就要拆屋 也怒批縣府的作風太阿拔 宮廟信徒聚集在廟地旁 怒喊縣府壓壩 只憑一張公文就要廟方拆屋還地 舊的衛生所不耐震 這個政府這麼黑白 簽著來參佩先說就沒有 現在是什麼 現在是民主社會 你只憑文說有人拆掉就拆掉 這樣以事實不符 被縣府要著拆還的 就是公廟旁邊的這棟庫房 廟房在牆上掛起黃布條 卸下人神共憤如同共產黨 民國六十一年 就直接有定基財案的 合法的委員會 民國七十一年 沒免金 變成他們了 彰化鹿港福林廟主是王大將軍 在地方上已經有兩百多元歷史 民國六十一年就已登記在案 雖然民國七十一年 被縣府劃入公有地 縣府侵占在先 如今又因為蓋了新的衛生所 停車場不夠 在沒有開會協和的情況下 指行文就要他們拆除庫房 廟房無法接受 庫房差與不拆 縣府廟房各有立場 避免衝突地方兩百多元來的信仰 廟房呼籲縣府重新神力 並召開協調會 不要只憑一張公文 壓靶行事 借帶人貌裝話 蔡兜